快看就在那座大山之上藏着一处千年的石窟 一说起石窟 您会想到河南的龙门石窟和山西的云冈石窟 但是在河北邯郸 也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 叫做想唐山石窟 这里呢也毫不逊色 但奇怪的是 如此规模的石窟在史料当中 居然没有任何的记载 据当地人介绍 这座莫莫翁的石窟呢 里面竟然藏着一座黄陵 这更引起了木子的好奇心 就连周总理谈起北想唐石窟呢 遗存的情况的时候呀 都说耳闻奇景 向往莫及 大家现在赶紧跟孙木子走进大山深处 去击开这座千年石窟的神秘灭纱 出发 那么您知道这座默默无闻的想唐山石窟 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据说是当年一个老大爷上山放羊 最后被这个羊官发现的 他就看见山上呢有一个大大的洞 走到里边之后一看呢 有好多惨破的石窟 就这样这里呢才开始问世 那么咱们要想爬向想唐山石窟呢 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相传呀当年的北齐皇帝呢 竟然也将自己葬于佛教的石窟里面 因为高阳皇帝是一位非常笃信佛教的皇帝 他把佛教奉为了国教 因此呢他在往返于晋阳和夜城之间 就选择了交通便利的地方 休家了石窟和行宫 一是为了作为皇帝 休息的驿站 二是作为北齐高祖皇帝高欢的灵寝 北想唐石窟呢 开遭于北朝晚期 北齐以后隋 唐 宋 元 明 各代呀 均有增凿 想唐山石窟分为北想唐石窟和南想唐石窟和小想唐三处 更有大小石窟二十二座 虽然北齐是一个短暂的王朝 但留下了大量的艺术宝库 咱们在进入东窟之前 在这里看到的是想唐山长乐寺遗址 这里现在只有一座祭台 只可惜上面的三十佛早已面目全非 感觉心中无比悲凉 不过这里呢 还曾经上过世界的地理杂志 可以见得它的重要性 这就是大佛洞了 是想唐山最大的一个石窟 咱们进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就是一代枭雄北西王朝的奠基人 高欢的最终归宿 进来之后呢 咱们看到的是主尊忠心大佛 看到佛祖的那一刻 您的内心是什么感觉 都说想唐山非常的灵练 今天穆子呢 就在这里送上祝福 祝福视频前的您都能够龙年大吉 心想事成 在佛祖背后的石壁上有浮雕 你看有火焰 有忍东文 七条火龙穿插其间 雕刻精巧 装饰华丽 是北齐的高超艺术代表 您看大佛左脸和眼睛都有破损 手也已经损毁 但大佛的装匀素木质感仍然在 身旁呢 还有两位菩萨 一尊呢 已经损毁 只剩下一些衣纹和残身了 在佛祖坐下石看下面 你看这里呢 还有两只神兽 如果您不仔细看 很容易错过他们 他们名字呢 叫做批殿 也叫做卫兽 是山海经图战当中 记载的一种神兽 然后肩部呢 这里长有火焰 四肢呀 生出飞雨 具有真木的寓意 在南北朝考古墓葬当中呢 大量发现过 尤其是北朝墓葬当中是最多的 东内佛堪保存最完好的 是佛祖左右两侧的菩萨 东内四壁还可有十六堪小佛 相传呢 这十六堪小佛 是佛祖释迦摩尼的十六个儿子 所以呢 他们又称为十六王子佛 这个洞窟开遭于明代 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呢 就是人人景仰的观公 人们的印象当中 观公是无屡常人 可是这个洞窟的观公呢 确实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没有胡须 观公在民间被称为中义的武财神 今天墓子就在观公的面前 祝福看到甚至家人 都能够四季平安八方来财 这个中东的佛像呢 保存还是非常完整的 佛的背光呢 也叫忍东文和火焰文为主 火焰文代表佛法之光明 忍东文呢 是我国南北朝时期 佛教装饰流行的文样之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忍东这个植物 那么什么叫做忍东呢 忍东呀 如果换个说法呢 就是金仪花 金仪花为何被称作忍东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严寒不雕 越冬不死 所以呢 被大量的用在了佛教的壁画 和佛造像的上面 以此来比喻人的 灵魂不息 轮回永生 哇 您快看 这里呢 还有一只尖嘴撩牙的神兽 您知道它是什么吗 这种呢 也叫卫兽 最早出现在 陕海经当中 它寿面撩牙 三个手指 两个脚趾 上身毯露 而且呢 下身这里啊 还穿个大裤衩子 肩上呢 有火焰 所以人们呢 叫它为燕尖兽 咱们不要着急划走 现在呀 你赶紧抬头往上看 重点来了啊 这就是北宋使官司马光 在资质通鉴中披露的 高官密布发僧的秘密 这一窟呢 是北极时期 文宣帝高阳 为他的父亲专门开凿的 咱们抬头看见了吗 大佛头顶上呀 有一个摊洞 据说呢 高阳的父亲 北极高祖的光果 就葬在了上面的石刊里面 还陪葬了 无数的金银财宝 黄梁建好以后 工匠呢 却被全部杀掉了 不过当时呀 有一个工匠 非常的聪明 就偷偷告诉了儿子 后来他的儿子呢 就偷偷打开了 高荒的光果 把里面的金银财宝 全部细节欲空 来过小唐山 看过各大哭的人 都会感叹 为何如此精美的佛像 会如此残酷 这是因为 在历史上 这里呢 曾经经历过 三次大规模的损害 第一次是北周灭北齐 北周五帝宇文雍 实施了大规模的灭佛活动 第二次是1910年 古董商叫卢秦斋 都是经他手流散出境的 代就是1912年的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 又大肆当时盗卖 想唐佛像 许多佛像被盗运到了国外 村民极为愤怒 一夜之间集结了百余人 将石窟头像全部击碎 砸毁石窟大小佛像无数 致使石窟遭到了空前的劫难 更欺负的是 袁克文还把他们过来的人 全部杀人灭口 第三次是在 20世纪40年代 因为这个时期呢 整个想当山 被日本人叫山中商会 给轮断了 所以大量国宝呢 他们能带走的都偷走了 不能带走的 就把头全部下了下来 全部偷走 日军在侵占南想唐时期期间呢 还盗走了部分石像 还将石窟对为军工 炼油场和油库 随我了多住佛像 就这样 如今这些国宝 全部留下了日本 和欧美各国的博物馆里面 难以回国聚首 看到整座石窟 残破不堪的佛像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多么希望这些 在海外孤独的佛头 能够回国 目前想唐山石窟 保存下来的石雕刻 还有4300亿尊 这里的每一尊佛 每一块石刻 都凝聚着古代的工匠智慧与前程 这座默默无闻的北想唐石窟 如今逐渐被世人所知晓 但那一段被侵略的屈辱历史 却一直停留在 我们的心间不能够被遗忘 我们的心间不能够被遗忘 保存下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间不能够被遗忘